歡迎收看WO姊妹妹 這幾年呢 世界各國 引起了一股新的風潮 就是要學中文 歡迎大家 今天我們八位新君來賓 都中文學很好的 超厲害的 常常很多人都問我們說 你們節目的那些兄弟姊妹 怎麼那麼會講國語啊 是他們也是經過一番苦練的 真的 所以這樣子的風氣呢 尤其現在在歐洲更是瘋狂 甚至很多人是送小朋友去學的 真的希望全世界都會講中文 這樣我們就不用講英文了 現在已經那個購物的英文 已經基本上不用學了 原來以前就肢體動作 比一比價錢其實大概就這個 那現在 所有的都有中文的服務 那個已經 所以就越來越 好像不用學英文了 是 真的 現在其實中國的市場非常大 就是華人市場 像我之前去美國呢 那你知道嗎 大家一定要去Outlet 去Shopping 那我們本來還想說 我們會英文要賣弄一下 可是呢 根本不必 他馬上就上來 一定都是那種 華語的啦 或廣東話的啦 他們都一定會有專門的 這些服務人員來跟你溝通 然後要什麼 他馬上就弄好 英文白學了 真的是 中文啊 感覺上喔 不是說只有我們現場這些朋友 說得很好 有一些朋友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裡面呢 學得好到 居然還可以出國去表演 比如說像這個大陸很多的節目 學習節目就有外國朋友去唱歌 是 那表示在你們國家 中文真的是很瘋狂囉 只有一個國家 完全不了解其他時間 一定是大陸這樣 這是我 壹大陸 話壹大陸就好了 為什麼耶 一個一個來對不對 來 珠珠 圈圈 韓國真的非常地流行學中文了 那其實我的女兒現在是快要滿四歲了 那在韓國滿四歲的那種年紀的 小孩也在學中文 對 他們就剛開始學韓國字 那順便一起學中文 那他們呢通常都是在那個 私立的 一對一的家照 那種老師就去他們的家 然後呢就很好玩的方式來學中文 那然後呢在國小 國小其實沒有很重視的課程中文的 可是呢在很多很多國小 然後那個他們下課之後 付一點點的錢 他們就可以學中文 所以很多小孩子在學 對啊 所以像妳這樣的中文能力 妳現在回去做韓國經濟工作 會不會比較吃香 一定會了啦 一定會 我都 現在我的應該薪水 就應該會很高 那我以前的同事有沒有說 珠珠妳要不要回來上班 有耶 講中文的 其實很多 對啊 因為他們現在都合併大中文 跟韓國的市場 對 對不對 其實我勞工 徒業 我很想選 我們都好想學中文 我覺得已經有了 女性巨來的有了 對 講的討論喔 真的耶 真的太厲害了 而且我覺得最明顯的是 高中的那個年代 那其實我們之前呢 在韓國高中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選第二個外國語言 然後我不知道台灣是怎麼樣 可是我們在韓國 只有一個啦 英文而已啦 英文 然後呢我們 英文是一定要的嘛 然後後面要選 德文或是日文或是中文 然後其他什麼西班牙文之類的 那我們通常都是一定 大部分的人會選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德文是 講話起來就很帥氣 很有詢問 對 而且對 看起來就很帥 而且跟英文比較像 我們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學德文 大家都覺得哇這樣 然後第二個是日文 那日文因為比較簡單 沒有 對不對 有嗎 有喔 對 然後後面 後面 中文其實沒有那麼流行 因為我們都覺得 漢字太難了 而且知道吧 就在韓國我們小時候 就開始學說 不要用漢字 去漢話 對 所以可是現在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現在大家都要學中文 所以缺很多 可以講中文的老師 那因為中國的市場太大 而且中華群的那種 世界太大了 所以在韓國就缺很多員工 所以大家都很想學 所以現在有很多中國的朋友 過去韓國工作對不對 有 超多的 演藝圈超多的 真的 一堆年輕人 每年好幾萬去韓國 當訓練生 練習生 我早知道 就很早要開始學中文才對 是啊 好好學喔 真的 這樣是老的辣還是很好 那泰國呢 像我們以前的話 像中文這一塊 為什麼 因為我跟妳講以前我們是 因為政府它不開放 它不開放 不管是妳用補習的 或是學校 一定不可以 所以說政府都是不行嘛 如果是被抓到的話 就會被罰錢或被關起來 對 被關起來 對 一定具有起來這樣子 那連華僑都不能講 對 因為我們是華僑嘛 華人 所以我們都 父母都說很堅持 要我們學中文 所以就是說 要偷偷摸摸的就是說 凌晨三點就是要出門了 就是到老師家 就是比較偏僻一點的 那種就是補習班 就是去補習 凌晨三點就去補習了 出門去補習 那在七點之前 就要趕快下課 因為是下課 就要去讀泰文 對 因為政府它只開放泰文 讀好了 我們補習的時候 我記得說 連念書的時候 教課的時候 老師教一季 學生就是要跟人唸一季 我們都要很小聲的唸 不會像現在 反而相反 跟現在就相反 天跟地了 落差超大 所以不能大聲說出來 要這樣 對 因為我記得以前老師教我們 因為我記得 我一年級的課文就是說 伊伊我起來了 聽亮了 這樣子 老師在上面 在教的時候你說 伊伊我起來了 天亮了 不能現在學生都說 伊伊我起來了 天亮了 這樣子 所以他真的很 小慧你們以前讀的是 台灣的課本對不對 對 台灣的課本 對 我們是從台灣 煎過去的課本 我上次去泰國旅遊 我發現 有賣面膜的小姐 都會講中文 然後連房間打掃的阿姨 她也忽然講中文 把我嚇一跳 我說妳是華僑嗎 她說不是 她說就是下班之後 公司安排的課程 她就去學 然後她講得 就超親切的 對 所以相反過來 現在我們的政府就是 像學校啊 政府學校就是四年級 就開始有 中文的課堂 對 可是 私人學校是 幼稚園就開始了 什麼 可是妳要先去 這個私人學校 還很難 就要用考試 連小朋友小小的 都要考試 所以基本妳一定要 給她在家裡請老師來 教家教 以前不能光明正大學 對 現在是擠破頭了 想辦法進去學 對 現在泰國就是 大學以前都說 我要學英文 第一個課就是英文 可是現在泰國不是 泰國現在都說 我都是 是中文的 對 所以妳現在講泰文 會不會有腔調 我說實在我講 有時候我講泰文 我會亂 不行 我都會打結 那妳會講 泰文腔的中文嗎 泰文腔的中文 等一下我叫小師進來好不好 小師叫妳很明顯 那妳也是這麼想 沒有 我覺得 不是 所以妳到底學了 還是這個人要學的 我覺得她這個 就是 對一娘的女孩 還敢說來 這好好玩喔 可是在日本的話呢 田中 對 日本也是學中文的人 是滿多 但是日本學的中文 是那個大陸的中文 比較多 大陸的中文 對 大陸講的中文 可是最近是越來越多 台灣的中文 為什麼 最大的問題是 學的方法 大陸的中文是寫 簡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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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台灣的是 正體字 對 正體字 正體字 所以寫法是一個不一樣 還有那個說法也是不一樣的 對 我們學的說法是 早上如果遇到人 那我們學的都是說 早上好 對 晚上遇到之後 晚上好 然後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是 你好 好 不是 我們學的是那個 是什麼 出自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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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厲害 把它翻成 翻成中文而已 對 沒錯 對啊 可是台灣人應該不會說這樣子的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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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輕鬆一點 對 其實說謝謝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台灣人是說謝謝的話應該會說 不會 對 沒關係 不客氣 對 這樣子 不用謝 不用謝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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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最近好像是台灣跟日本的感情 越來越好的 這個關係就是 很多日本人要去台灣玩 對 然後要做很多台灣人的朋友 所以是他們開始學 就是台灣的中文 日本人是要來台灣玩對不對 可是台灣人 是大陸人是開始來台灣 日本玩的 所以日本的 看板也是開始學很多中文的 可是應該是剛開始學 所以是很多奇怪的中文 這個是八十章 八十章的話 可能 怎麼念 來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 太小的字了 對 來 客人乘坐請等待巴士站 蛤 客人乘坐巴士站 請等待巴士站 不是又請在巴士站等候嗎 對 完全用那個日本的發音的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這一張是拜託 這張是最誇張的 對 從清晨到深夜你可以購買便利商店 好厲害 好厲害的地方啦 對 酒精飲料 麵包沙拉午餐 大阪紀念品 化妝品 煙草國際電話卡 哇 其實真是 configure store 而且是 對 真的耶 很多奇怪 謝謝 就文法比較不大對 對 多多有話要說 我住在日本的時候 我真的嚇一跳 因為我住之前到街間 我說在日本沒有人會講英文 所以你要相信 沒有人會講英文 所以我到的時候在飛機站 沒錯 沒有人會講英文 可是有很多 邊緣我不知道 飛機站的員工 他們會講中文 很多是台灣人 對 我遇到兩個台灣人 轉機的時候 那個機體員 不一樣 沒有 是真的在那邊工作 對 在那邊工作 在他們的工作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去日本 比較方便是講中文 對 對 但是比較方便是用中文 剛才在錄影前討論的 你真的有想要去日本住了是不是 對 真的 那三秒 像這個你應該看得懂吧 我們是這樣學的 就是你在那個上課裡面 都這樣講 哇 愛你 那種 還說我愛你 是吧 就很簡單 我愛你 沒有 沒有 就這樣學 那是台灣國語 還不是中文 只不過他愛你 對 就這樣學 就這樣學 有時候我跟我老婆回去 也會去我父母的教會 也會交通一些什麼 耶穌愛你之類的 他們都會說 可不可以給我們 舉一個中文名字 因為好像 那個 我們的英文名字 都有相對的中文名字 是嗎 所以像那個小朋友 都是 I am Emily 那中文學 I am Emily 是是是 你寫那個字 寫那個字 寫那個字 他會覺得好酷 所以覺得 現在還是沒有這個資源吧 但小朋友很感興趣 就對了 是 智利學中文的很多 其實 不算太疯 可是我覺得 如果我跟十年強 比起來 我覺得疯得很多 南美洲的國家 有很多大陸移民到的人 可是我們真的沒有 在智利大家都是智利人 我小的時候 嗯 可是現在我回去的時候 Sandyago 我們首都的中心 嗯 到諸多斯塔路的點 對 對 所以現在我們才開始 要學 對 學到可是 小的時候 就是沒有想到 學中文 只是我好奇 問一下 因為剛才墨選一個答話 換一個答案 我們連英文都不能學到 然後我們覺得中文很難 那算了 對 都不要學 對 那三牛是誰選 那三牛是怎麼來的 這我講過 已經在大陸 因為我的名字是 Nathanael Nathanael 是嗎 那在大陸我就講 Nathanael 那後來有一天 有個阿嬤就跟我講 不是那三牛得了吧 這樣 你說那三牛得了吧 是是是 我就 那三牛 差不多吧 對啊 好記憲 所以你們有沒有流行 美國有沒有流行 是取什麼樣的 有有有 因為現在那個話 因為在北卡的話 我們是那個 國中高中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這個資源 但到大學可以 那我是那個大學 我應該大二十 大三就開始了 就好吧 我就上這個中文課 就試試吧 剛好有幾個朋友 我們就一起上吧 那個第一天那個老師就 就說好吧 你們要取個中文名字 那我們都很期待 因為老師一說這個話 因為每堂課一樣 後來我到台大也是一樣 就第一堂課說 你要取個中文名 我們每個人都會 都會看到那個 課美的最後一個 最後一頁就是那個詞典 我們就開始找 就是最酷 然後那個最漂亮的字 就有很多那種 比方很多的 哦 是是 所以我們朋友都是這樣 是不是什麼 龍鳳橋 你怎麼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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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這是我 講好久一次的 我那個什麼 好幾難 好幾難 我會覺得很酷 不是那個聽起來 很像是拍A片的男生 好不好 偶爾有一點那種感覺 是是是 反正這個第一天就這樣子 我們都會取很誇張的樣子 很誇張的名字 但老師都已經有做好準備 所以都會這樣子說 好好 你們的名字都很好啊 這樣這樣 都會說好啊 那下一堂課我們就 我們要做小考 你們要寫一定的名字 他們都會 他們都會 他們都會寫一寫 後來我們都會發Email給老師說 後來怎麼會決定有改名字 這樣 就有很多這樣子 就沒有 還有 就是那個李國際 李國際 都是因為爸爸太難了 真的 所以我就改一改 都你說可以叫做什麼 李二三 李二三 試試一下 你們都會試試一下 超好笑 很低音這樣 很簡單 唉唷 我的媽呀 可是我要問 那安娜 妳呢 因為妳自己本名就叫做安娜 對不對 那中文確實也有人叫安娜的名字 對 就是 其實有兩個方式 就是跟我們的名字 差不多的意思 對 不是意思這個聲音 我是安娜 所以很簡單就是 中文就變安娜 可是我妹妹來台灣的時候 她也要取名字 然後她的名字 發文是比較難 是夏立地 夏立地 所以就很難翻譯 然後我婆婆很好 她想幫她選名字 然後因為我 我名字用台語詞比較好笑 是安娜 安娜 對 然後她想把我妹妹講安娜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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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沒有學 然後我老公也是說 不然妳找她安娜 安娜 對啊 然後我小孩上裡面 就亂講話 然後 好煩喔 好煩喔 後來就選下落梯 她覺得很可愛 就下落梯 下落梯 可是去上課跟那個朋友 都是叫她 落梯 然後覺得很下落梯 因為一開始下落梯是好聽的 所以變成裸梯 真的在名字 因為先下嘛 名落地嘛 對... 下落地 是可以好聽 就是兩個字 我覺得考試考不好的感覺 對... 需要個方式 就是看意思 剛剛的就是可以選 可是我覺得這個方式 對外國人就很難 因為對你們 對台灣人已經很難 因為我看 很多朋友 台灣朋友 他們已經換了好幾次名字了 我老公也換了 對啊 可是我換是我婆婆換 她沒有老公改過名字的 對啊 可是我覺得是怎麼會 一開始你應該也 開始什麼槍子 沒有 比較這樣子 所以有一點改變是漢言 以前是言 不是圓 漢言 漢言 聽起來好像... 漢言 漢言 好 這是該改的 沒有錯 可以改一下 是 問一下珊珊 那你呢 我們其實像安娜剛剛說的 也很多人會覺得 跟俄羅斯名字的音 比較接近的名字就可以了 像我的幾個中文名字 然後我叫奈塔利亞 然後我最好的朋友叫瑪利亞 然後我們的中文名字就是 納塔利跟瑪利亞 就很像 才對 然後我們俄羅斯人 因為我們到東方的國家 很多人會讚美 我們皮膚很白 然後這個字又很簡單 所以很多人喜歡那個白加他們的名字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人幫他出 他叫 露霞 然後幫他出那個 路斯這個名字 很好聽 很好聽的是嗎 然後他覺得 但是好像有那個白 他就加 白 然後他們 幫我們出的名字 會變成很奇怪 像 白開水 對啊 所以要小心 OK 剛剛那山有說 他去美國的時候 美國人會問那個名字 是漢字怎麼寫對不對 我們也是很像這樣子 可是我們是不一樣的地方 是日本人的名字 本來就有漢字的名字 本來就是漢字啊 所以他們想知道這個名字是怎麼唸 其實日文名字是 漢 不是漢文的 中文 中文是怎麼唸 然後有一次我遇到 是比較誇張的名字的 男生 男生 對 他的名字是 日文是 ミキヒ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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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蠻普通的一個男生的名字 很常見嗎 可是 對 很常見 可是他的漢字來說的話 有一點 奇怪了 是不是 感覺 對 就是一直笑 所以他一直問我 為什麼你一直在笑 這個意思是什麼 他身體不錯的意思 對 真的 真的 只能這樣指示 不知道該怎麼辦 大家都是很羨慕的意思 他很開心的 對 小蕙如果遇到這樣子一個朋友 認識的應該還不錯 很特別的名字還不錯 可是以前你們有講過說 泰國人取名字 有時候只有一個音 譬如說 A 對 像泰國人就是喜歡 就是如果是泰文 就是叫 A 噴 B C 什麼的 有這個名字嗎 對 噴是 風 風 風子 蜜 風 蜜蜂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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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同學都會自己選名字 或是用自己意大利文的名字 翻譯到中文 可是我喜歡有比較本地人的感覺 比較Local的感覺 對 我現在意思好 然後我的host family 又給我一個名字 然後我覺得意思非常不錯 我覺得很好 很感動 因為是他們去的 然後 海峽 這個年代很少見得到 第一天去三學的時候 老師們開始笑 然後同學們開始笑 我覺得為什麼意思不是很漂亮的 不是很好聽的名字 他們說這個名字跟阿姨一樣 所以啊 我來台灣以後就改了一個自己 自己...自己選的 所以妳真的中文是彩霞 對 我本來的叫彩霞 我告訴大家 對不起 好聰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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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個名字如果 尤其是外國朋友 如果取得好的話 你朋友真的是交很多耶 這名字其實不錯 對 真的 可是呢 你知道我們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就發現一些事情 所以雖然大家都會講中文 可是我們不能跟你們講成語 因為成語對你們講很難 這組就聽不懂對不對 聽不懂 對 可是我知道成語 是很高級的中文的說法 而且是一定要有四個字才在一起 這個叫成語對不對 對 那我剛開始學中文的時候 跟Jack 我老公跟他的朋友們 我們去那種喝酒吃飯的地方 那有一個朋友他有一點大隻 然後他吃的時候 吃的樣子看起來好好吃 那他每一口吃的時候 噗得好爽 不是 噗得好爽 噗得好爽 那我說 四個字 對 好高級 我就問他說 這個是什麼意思 他說這是很好吃 吃到那好吃到就過癮的意思 非常好吃的意思 太好了 對 然後他說因為你知道成語中文 我們有成語四個字 噗得好爽 噗得好爽 對 那我就 我女朋友教妳的 對 那我就是 聽到的時候 對 我想 就是長氣質一點的中文 所以我就一直練習 噗得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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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對 我練習好了 那有一次我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就婆婆第一次就是 介紹給我她的朋友們 我們去吃北京烤牙 然後吃的時候 哇 好好吃 那我想說 大概這話時候 我應該講一個中文 最好吃 對 然後呢 吃的時候 跟大家說 噗得好爽 然後 大家都是吃 然後就一直看著我 對 然後呢 你說什麼 噗得好爽 對 那我以為 當然是從語 對 可是我的中文本來 因為剛開始學 對 我的中文什麼發音都很不正確 可是那個很正確的 你練了很久 好標準 對 我練好久 永遠忘不了真的 像我在中文學校 呃 念書的時候 我跟朋友打讀 然後朋友打讀輸了 我超開心的 超喜歡的 很 想跟大家分享 我贏了 然後 所以我很快樂地講 我贏了 我贏了 然後 我看同學都 都笑我 然後我覺得 好奇怪 是不是大家為我開心 然後 一個 跟我說 欸 莎莎你好像 最近沒有去過泰國 怎麼變成男生 什麼意思喔 因為我說 我贏了 我贏了 對 二人生變四身 然後 然後 一直笑我 然後 欸 甩甩的 就贏了 超尷尬的 真的 而且那種 中文不好的時候 都不會尷尬 這種越來越好的時候 就發覺越來越尷尬 其實沒錯 對不對 所以我在開車 然後兩個 我朋友說 我要上那個 上橋 然後我說 謝謝 我說看我 這麼急啊 這麼急啊 然後上次也是 我要回去法國 然後那個時候 我很緊張 因為行李我還沒打拔什麼 所以我要跟 我朋友說 很糟糕 我很急 我要快出發 可是我還沒打拔 我快出發 他就看我說 我 你怎麼知道這個症 他真的知道這個症 很紅 我說不是啦 這個 對 我就 我老公說什麼 那這樣就好了 因為這個 以前聽不懂就 講錯之後 沒有感覺 以為真的聽不懂 可是聽得懂之後 講錯之後 很尷尬 因為你知道那個意思 不是 所以很尷尬 要小心 那個 有一些中文是聽起來很像日文的 然後 所以常常會誤會 然後有一次我又去女生的房間 去玩的 那個時候是完全不會講中文 然後那個時候是有一個人來找他 所以是敲門 那那個女生突然會說 情境 就是 情境 是情境啊 情境是這個情境的 就是聽到這個之後 我很嚇到 時間會聽下來 我開始想很多很多 為什麼 因為這個情境是 日文的話就是 情境 情境 就是男生的那個 男生的小雞雞 喔 對啊 我硬了 太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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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真的這個很危險了 突然開始的時候 她 我馬上要 脫褲子的意思嗎 或是 或是那個 好像是暗號嗎 就 會想很多 所以是女生 要情境的時候 是應該要說 進來了 可是你不知道法文的情境是什麼 是乾杯 是乾杯 所以如果給你乾杯 我就一直馬上話 就對了 你都害羞了 天才 還有比較難的東西是那個 適音 適音 適音真的很難 適聲 對 就是我常常拿到那個 客人預約的電話 那個時候是 我想要說 就是 那我們約幾點 幾點的意思是 我想要說這樣子 可是客人每次都說 七點我不行 我說 沒關係沒關係 那我們要約幾點 七點不行 所以可以改時間嗎 他們 沒辦法找嗎 幾跟七很像 對 四跟十也很像 所以你們就有這困難對不對 對 喔 喔 好 然後我做老婆媽 好 來 多多你先來 四 十 十 四 對不對 對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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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臉快超級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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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而已喔 上面而已喔 來 三三試試看 四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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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丟 欸 田中想要試試看嗎 四 四 哈哈 哈哈 不是 不是 你現在 來來來 好不好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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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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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移了 三三移了 哇賽 恭喜三三好棒 哇 沒有聽到共選 誰說十四 是 四十 九打 誰 是 十四 四 誰說 四十是 十四 就打誰 四十 哇 十 不錯 喔 再慢慢的 但是音調都對了 對 中文最差的就是填充啊 哈哈哈哈 我們覺得孟璇講得不錯啊 那你自己有沒有因為這樣 還是有鬧出一些笑話呢 很多 也差很多 很多 特別是 嗯 兩個 嗯 一個次的兩個字 把他們放過來 嘿 剛剛開始學中文的時候 我聽到很多同學 生氣的時候 他們會說 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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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兩個字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去問老師 然後老師給我說 欸 這個字 好像是 跟結婚有關係 欸 原來是 我去問老師的時候 我說的是 夫妻 喔 夫妻 對 難怪她的 欺負 倒過來 說錯了 夫妻 所以 對 難怪她的回答 就這樣子 所以你們之前也有弄錯過嗎 上下 上下顛倒 左右想倒 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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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貓熊 有嗎 我想講一下 對不起 因為我每次打電話 人家都說 喔 喔 他說 熊貓的熊 他說 貓熊的熊嗎 我說 周周你喔 你有碰過嗎 是 我有 在大陸 大陸 有一次我們去一個烤鴨餐廳 嗯 所以是餐廳 烤鴨餐廳 我會吃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烤鴨 所以 唉唷 所以 他忘記了你又提起他 原來是那個餐廳 對 對 我們服務員說 我要一個烤鴨 應該中文不清楚嗎 到現在中文不清楚 可是 大陸服務員真的沒電話說 他 蛤 烤鴨 蛤 一個烤鴨 什麼問題啊 烤鴨 後來他 非常大聲 喔 烤鴨 啊 我真的就說 我們在烤鴨真心裡 會吃什麼東西 烤豬烤 一定要烤鴨 可是呢 很多的國家 因為這個中文 加入他們的這個社會生活之後 起了很大的變化 是 美國有吧 有有有 很大很大 但也就很特別 那這個Lisa也可以幫我作證 因為你在美國 你去熱個地方 你到那個中國餐廳 他們都是用一樣的菜 沒有差就這個 用一樣的菜 是 不管你到他紐約 或是我們那個相差的北卡 或是你跑到加州 都是一樣的 沒有差 就裡面就 就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就好久好久 就已經訂了 就我爸小時候也是用這個 然後長大我也是用這個 真的 裡面也是有很多中文 就很用像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哇 愛你一樣的那個 因為這樣我才會看得懂 我已經變成 就如果你要先開個中國餐廳的話 如果你要 要換 換一個別人看得懂的 就會害人看不懂 這個意思是我們會用已經那種做法 那後來我去研究一下 為什麼是這樣子 如果好像是在中國的紐約城 一個叫做 有一個設計公司 一個印刷公司 他們是印刷所有的中國餐廳的 所以真的 真的 那個紐約城已經有報導過 反正這個 這個我們看這個菜 因為看了好幾年 因為我爸也是 我爺爺也是 我們都看得懂沒有問題 但我發現英文文講的其實是中文 但中國人會聽不懂 但我們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都習慣了 就從小已經點那個東西 我很清楚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給你們考一下好不好 看你會不會 會不會 你看你們中文有沒有比美國人好 好 好 第一個 第一是沙叉 沙叉 沙叉 沒有問題啊 下一個我們會點一個 炒麵 炒麵 沒錯 肉麵 拉麵 拉麵 它是文文化 炒麵炒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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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用炒 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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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簡單的 好 蘑菇蓋 蘑菇蓋 蘑菇什麼 蘑菇蓋飯 蘑菇 雞片 沒錯 蘑菇雞片 蘑菇雞片 她先說廣東話 對 我的馬是大艙 對 你不要 他那個鴨子最厲害 我的媽呀 那個全部都是廣東話 真的 對 它是廣東話用的 是 很厲害 好 我的一個朋友是在首爾開 做烤肉店 很有名的烤肉店 那個裡面有很多很多 很多可以 中國人 中國人 然後呢 嫁到韓國或是在 韓國 學韓文的中國人 他們在那邊就打工工作 那我問很多 那是中國人耶 那我覺得 我就很好奇地問說 他們的薪水高不高 那個我朋友說他們的薪水 就是大概 他們只是服務生而已喔 對 那這樣子韓幣大概350萬 我覺得超級高的 那我說為什麼 你們就給他們這麼多的薪水 那沒辦法 因為很缺 可以講中文 可以講韓文的人 對 接下來要考一下 大家的成語喔 我們第一次考的時候太難 這次呢 這是稍微簡單一點的 好 第一題是 到底是十萬火車 還是十萬火機 還是十萬火山 還是十萬火急 來 大家把答案寫下來 來 A B C D 好 1 2 3 來 我們來先問一下喔 多多 你為什麼認為是 十萬火山 為什麼 什麼意思 山還滿多人的喔 我從來沒聽過這個聲音 可是 我知道有 火山 有火車啊 對啊 有火雞啊 一個整語有火子 我覺得沒有道理 可是可能 火車沒道理 火山有 我不知道 火山就有道理 來 田中為什麼是 火雞 台南 十萬火金 因為台南那個 比較有名嗎 真的 對啊 對 然後 十萬火雞 意思是什麼意思 很多人要吃的意思 好 真的 那我來吃 你們在開店 叫十萬火雞啊 真的 好帥喔 你有沒有想過 十萬火雞 真的嗎 十萬火雞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 以前軍隊一天最多能趕 就是要用令牌傳令 一天就是十萬里 一里是三百公尺啦 所以十萬里其實滿長的啊 所以他們用最快的方法 把軍令傳到叫十萬火雞 對 最快的方法 急得不得了 急得不得了 很快的意思 火雞 可以... 這個就難了 好 我們來換第二題囉 各位 準備 來 到底這個是什麼 四個字喔 看一下答案 有上學的都知道 我發現有上學的都知道 可是... 來... 我們都是A嗎 A 好 上一排的全部放一下 你們都知道 來 我要看下一排 安娜 因為一開始就水車 我覺得這... 我們撕的都是音樂車 對... 車水馬車 對啊 車是車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是馬車呢 因為... 因為是... 馬是要拉草 不是馬 你說把這個水拉過去的意思 對 用放水... 那個... 沒有水的時候 要大家喝水的馬 這個喔 要請夢玄來告訴大家 謝謝 欸 為什麼 是... 因為... 成語沒有請過 到處都有 哪有... 到處都有 這個是以前... 以前中國 以前中國的3月3號 跟日本的女兒姐很像 現在是大家要穿新衣服 不是過年喔 是春天來了 要去那個... 首都外面的水邊 要過... 有點像讓大家 就是大家穿新衣服 大家去亮相這樣子 那天就會塞車 車子像流水一樣 然後馬了一匹一匹 接好像那五龍五四的龍 像龍一樣的 車水馬龍 是這樣子喔 好 來 第三個 什麼上加油 在什麼東西上面在加油 是 好 來 第一個 路上加油 對啊 路上加油 很合理喔 第二個 黃上加油 加油 黃上加油 黃上加油 加油 加油 好 第三個 火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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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上加油 來... 火... 有一個人從頭戳到尾 那是安娜 對 那是安娜 那是戳到金山 路上加油 是嗎 路上... 沒有 路上加油 路上加油 我以為95還是98 是98加賣 98加賣 98加賣 對不對 我的媽啊 日珠你答什麼 頭向加油 為什麼手向加油 來抱上 這是... 開始的時候要加油的意思 一開頭就要加油 對 不然等一下 沒有油怎麼辦 這個事情是講的是說 反而人很生氣 結果你又講什麼 讓人更生氣 火上加油 是吧 現在知道了嘛 對不對 所以各位黃上 加油 來 接下來第四條 白紫黑什麼 白紫黑什麼 第二 白紫黑人 哦 美國不能再講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第一個 白紫黑字 白紫黑字 第三個 白紫黑髮 黑髮 好 第四個 白紫黑心 黑心的很多 對 好 來 到底是哪一個呢 來 請寫下答案 請揭曉 1 2 3 哎呦... 哎呦... 我怕你 安娜 安娜 有意思吧 如果你的 你不會寫東西 你都 就 有道理 我都沒有講過 沒有道理 這個詞是想的是說 我們這個 什麼東西都要寫下來 對 然後以後你也不能夠耍賴 做生意的時候定契約 有憑有據 白紫黑字 是 白紫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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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最後一題囉 好的 金底之 什麼 啊 張口 你們知道 猜什麼 在那個 對 水井 裡面有 有什麼 有小鴨 地之 有蛙 金底之蛙 金底之鴨 金底之豬 金底之狗 OK 來 好的 你寫的是 C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可是 到現在 NASANYA都是寫的 對 所以我看到 等一下 我們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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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ANYA 我不知道可是看到NASANYA 我覺得這應該是 對吧 什麼 為什麼 金底之豬 因為我知道在偷看我 真的 偷看我 真的 我要 測試一下 是不是這樣子 是 那妳知道正確答案嗎 我知道 是什麼 我是哪一個 那個金底之蛙 好 那 我看一下答案 大家都是 寫金底之蛙 不錯 大家都對 是 所以這裡只有多多做而已 好 大家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加油 錄像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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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好 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開小鈴鐺喔 掰掰